他和朱芳宇谈笑风生 也曾和王思宇同场竞技 如今在北京队工作的他 洋面上和球队后卫江文是普通同事 实际上两人早已结婚 他就是何子博 目前在北京首钢担任张云松助理 第一次经验重任 还是23年选球大会 那次选球大会上 北京、广沙、福建以及江苏队 分别派出四位美女代表 其中何子博作为北京队代表出席 虽然多次弃权 未选择任何一名球员 但凭借超高颜值 以及和朱总的互动受到外界关注 而如此靓丽的美女 早在22年就和江文结为夫妇 不过两人的相处方式很低调 在社媒上显有合照 特别是以前异地恋时 也只能偶尔相聚 比如上赛季广沙队客场对阵北京队时 江文和他的妻子才在赛场合影 当北京队结束季后赛真诚时 何子博才前往现场观看广沙队比赛 每年只有休赛期时 两人才能待在一起 有时江文会上传自己现在和十年前的对比照 十年前那张是江爸拍的 现在明显帅气的装扮 则是小和的杰作 何子博不仅会拍照 还真的会打球 他身高接近1米9 曾经是北京女篮议员 17年时参加全国体育院校联赛 场均6分400 在那些赛事中 获得助攻王和抢断王的 就是日后国家队成员王思宇 包括当年少廷从WNBA山猫队回国时 前来接机的就有何子博 现如今何子博的工作是张云松助理 此前他也曾担任北京队的篮球事务部议员 主要负责球员合同签订 新赛季注册 赛区往返形成对接等 每次托着疫情里的材料 给球员办注册时 就是我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也有不少人羡慕江文 因为他的妻子不仅有颜有球技 更对他的事业助力不少 要知道江文早年就是北京清训球员 后来被广沙挖走 和孙明辉赵延浩同时进入C杯 那时的他还打不上球 不过在预备队夺冠后 被新疆看中 可租界到新疆队三年 由于再次受伤 这打了三场比赛就淡出球场 重回广沙后也没什么机会 江文上赛季场均5.9分钟得到1.5分 就当人们认为他会逐渐淡出联盟时 北京队局在放弃年轻的阮历成 杨阿丽后 给了江文一份三年的C类合同 这一操作让不少人认为 江文是靠在球队工作的妻子 暗自助力 江文也知道球迷对他的质疑 我唯一能回应的就是球场上的行动 全力以赴做好自己 帮助球队 自乔丽后上任后 江文凭借卖力防守 获得不少北京球迷赞许 当然外界并不看好他的脏动作 趁他演技一流 但他却用这样的表现 赢得了更多的出场时间 都说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总有一个默默支持的女人 而江文的背后 更有一位在低谷时不离不弃 愿意扶他一把的伴侣 为了在CB赢得一席之地 江文也选择了软饭硬吃 他把他的强硬放上了球场 当然规避一些过激举动 则会更好 或许在CB 江文只是无名小卒 但在《爱情》这个剧本里 他则化身为 能编写出完美结局的导演